蝦布华想回覆 不是傳言寫經歷 壯斷狠齒還能接下去 黃醫師 我聽說 這個我覺得有點扯 但是我聽說 就是橫牙斷掉的時候 說 然後趕快去找醫師可以接回來 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而且要拚牛奶對不對 對 我也是聽說的 所以是真的嗎 因為我也不是牙科醫師 但是我後來去追這個消息的源頭 的確是一個專業的牙科醫師 所以是真的 它有做成懶人圖 所以我想應該是真的吧 它裡面寫得更詳細 它說如果今天是撞斷了 第一件事情是先 如果可以的話 你直接先接合了就對了 對…橫牙 如果有牙就算了 但是橫牙你就先放回去 然後就是能汙著你就去看醫生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先放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已經掉到地上了 然後地上都是泥土 然後你就把它放回去這樣不用 那你就是把它放在 生理水水裡面 或者是冰牛奶 生理水水我OK 但冰牛奶太妙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它的那個牙齒 我們的牙罐當然是沒問題的 但是牙根那邊有很多的細胞 如果你把那細胞 譬如說你用手給它拍拍拍 衛生紙包一包 它就死了 那也許本來牙科醫師可以救那個牙齒 結果細胞被你都弄死了 那顆牙就變成就是死的牙 就沒有用 所以它說你捏的時候 要捏在那個牙罐上面 然後放在冰牛奶或是生理水水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快 趕快去找牙科醫師 想要是這個60分鐘內 它都可以救它這樣子 所以你剛剛看的那個應該是真的 哇塞 冰牛奶很重要喔 謝謝 謝謝